今晚回到臺灣 因為這個司機的人力不足 還有這個搭載率 回不去疫情前面 統聯客運即日起 是攜手國光客運 針對這個臺北到屏東 臺北彰化 還有臺北雲林 等往返共六條的國道客運路線 聯合排班 兩家客運班次盤點錯開 平日由國光客運行駛 假日則是有兩家業者 聯合排班載客 已經購買車票的旅客 可以退票免手續費 國道客運售票處 無人排隊 後車處 也只有臨近的民眾在等車 對比過去大排長榮的人潮 顯得冷清許多 因應人力不足 以及載客率不佳 即日起 統聯客運 攜手國光客運 部分路線一起排班 疫情結束以後 乘客都還沒有回流 所以導致於這個客運的 班次載客人數偏低 大概都只有個位數而已 兩家在營運的話 也是過度的競爭 所以才會進入 這個聯合排班的一個方式 根據規劃包括台北屏東 台北彰化 台北園林等來回 共六條國道路線 才聯合排班 平日的週一到週四 以及週六 以國光客運為主 週五 週日及假日書運 則採共同營運 業者表示客運業 普遍仍存在人力不足的問題 差不多還缺兩成的駕駛 加上兩家客運相同路線 同時開班 像是統聯過去台北彰化 每天兩班 台北園林每天六到八班 現在調整以國光為主後 每天將有十七班 等於三二四個班次往返 已購買車票民眾可退票 免手續費 民眾影響不大 也能減少資源浪費 已正式向公路局提出計畫合備 公路局表示 業者這一次申請的 這幾條都是老路線 而且民眾運聚選擇性多 進而轉移搭乘率 雖然過去各業者彼此有默契 協調調整類似路線班次 但普遍運量仍不佳 因此才出現 首次有業者正式向監理 所提出計畫合備 而缺工的部分 截至目前已經 每合五百多位的駕駛 但還有兩千多個缺額 這部分還需要多方面 努力做協調 記者為了陳昌文特別報導